他目前想到比较简单的方法 大概就这个啦 至于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如果有 最好是说他是不是输入一个名称 他就自动知道 或者是直接就把它盖过去 OK 反正这个的话也可以想想看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底下注解完之后 不过我刚刚还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看到那个selection 其实因为在那个注意事项第三点 其实也可以做一件事 你会发现selection他这个地方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程式跑完之后 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地方 总是会有一个选取区 游标还在上面 如果有这个选取区 基本上就表示说 你是用滑鼠选过 因为Ctrl 向下选过 那他会造成一个selection 所以如果你假设 我这个把它跑一下 比如把它删掉 像刚刚这个程式 他找到之后 一样会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会再新增一个 可以新增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把它全部产生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最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是把它改成千分位符号 那千分位符号其实在 Excel 里面 就VBA 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利用一个属性叫Style 那这个Style的话 其实除了Range可以用之外 Sales也可以用 那这个当然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将来看到selection的话 其实你可以改成Range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理解 就是说如果哪个范围 其实就是从什么呢 从那个B4一直到B4的最下面 那这个范围如果我们用录制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Ctrl Shift向下选取 所以它会多一个动作叫Select 然后产生一个Selection 然后它的Style 所以其实理论上可能会分两行 甚至三行 但是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改的比较简洁 那你这个地方不改没关系 只是我跟各位讲 常常我自己个人习惯是 就是第一个我会先把它怎么样 改成Selection 先把它改成哪个储存格开始 那我习惯从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就是目前Select的开头 其实就是B4 到哪个的最下面 其实就是Select的话 其实Selection 其实这两个Selection 你通通可以用什么Range B4来取代 从B4到B4的最下面 那点Select的话 其实它底下才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其实跟各位讲 你不用那么多事 其实点Select 产生一个Selection 实际上就是一个Range 所以你可以点Select 跟Selection 可以把它Delete掉 直接跟他讲说 我这个范围 所以从B4开始 到B4的最下面这个范围 它的Style 它的那个 我的这个 要帮我改成Comma 就是一个千分位符号的设定 那其实你写这样就OK了 所以刚刚两行 其实你可以把它稍微轻简一下 变成一行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改完之后Range也不会有问题 而且甚至跑的效率更好 为什么 因为其实常常 你录制聚集完之后 跑起来奇怪 怎么都卡卡了 而且画面会一直闪动 其实之所以会闪动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录制聚集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Selection Selection 那会造成什么 它会有选举区 那选举区其实 为了耗掉那个系统跑的时间 那如果你把这个改成Range的话 将来跑的效率也会比较高 所以你们可以再注意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 奇怪 为什么程式 把录制的聚集 放在一个回圈里面跑的时候 它会不断的闪动画面 那其实你可以检查一下 里面其实多半 会有所谓的Selection 如果你把Selection 改成Range的话 基本上 那个画面闪动的问题 应该就会解决掉了 OK 这个可能要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我希望帮我放个图 这个图的话 有点像是我们云端 上面的第几页 第18页这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放个圆形图好了 这个圆形图 其中有两个比较 三个区块 占比最大的台中 台南 高雄帮我炸开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 上个礼拜好像讲过吧 就是 游标放在枢纽分析表 找到枢纽分析表的分析 枢纽分析图 找到圆形图 直接按确定 那确定完之后的话 当然第一个 你放的位置 要放哪里 比如说放在 C1这个地方好了 那大小的话 可能要调整 OK 可是将来 如果你要把这个动作 人工的方式 要变成程式 那该怎么做 OK 所以这个当然 如果你不会写 你不会写对应的程式 你可以用录制的 但录制里面 有一些地方 可能还是一样 跟刚刚枢纽分析表 类似 你要特别小心 OK 我们先彩排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把游标放在 圆形图上按右键 因为我要增加标签 最简单的方式 是新增图说文 因为你如果用 资料标签很麻烦 它增加过来之后的话 上面是给数字 你必须要把这个数字 改成 它的标签名称 所以我不建议用这个 OK 但是你旧版好像没有 不过 如果有 你就直接用这个按右键 然后把它直接新增 这个什么 新增这个图说文字 这样就OK 它里面就是会有 它的名称跟它的比例 这样最简单 假如你是旧版的话 你变成说 你就是要按右键 资料标签 然后你还要点这个 上面本来是加冢的结果 如果你要改的话 我习惯是按右键 找到资料标签格式 然后把它的原来的值跟导引线 这个两个打勾取消 然后改成类别名称跟比例 百分比 这两个打勾取消 改成这两个 然后它的位置不对 把它改成终点外侧 OK 甚至颜色不能改 大概就这样子 改完之后的话 不过其实这个可以关掉 所以我是建议 你干脆用图说文字好了 而且如果你用资料标签 录下来的句集 也会相当冗长 OK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干脆就是把它改成按右键 用那个图说文字好了 OK 然后并且把它的title 也许把它改一下 名称的话改成什么 各县市用电的比例图好了 OK 那就把名称加上去 只是说 如果我今天 甚至这旁边这个图例也不要 这个不要 别利得掉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最好我们是希望 能够也把它变成VBA 以后直接让它画个图 它就执行程式自动图就画出来 而且将来不是只能画一个图 你甚至可以画多个图 旁边可以放一个 然后下面又放两个 来让它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方式 去排列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首先的话 我们先试着把刚刚的动作 一样录制聚集 所以一样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然后名称的话叫 枢纽分析图 一样按确定 然后把它取代 OK 1的话就是先找到枢纽分析表的枢纽 枢纽分析图 然后找到圆形图案确定 位置的话移动到C1 然后把它放大一点点 OK 然后再来的话 按右键 当然你右键可能要卷动往上 然后按右键 然后增加那个图书文字 然后并且把上面的名称改成这个各线式 各线式 那并且把这个字的颜色看要不要改一下 改成红色字 然后字大概20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最后的话把那个录制聚集部分 就可以把它停止 录制聚集在这里 记得停掉 OK 接下来的话 一样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刚刚叫枢纽分析图 OK 所以VideoBase里面应该会多增加一个 我是放在Module3 看一下Sub有没有叫枢纽分析图 有 OK 就这个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录制下来的最后的程式 只是说录下来的程式 显然这个有点啰嗦 你会发现 其实它基本上最重要就是哪一个图 然后放哪里 OK 位置的话 不过它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用什么increment laps到多少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自动放在某一个位置 而不是说用类似滑鼠键盘的方式 帮我产生 这个我想请各位 先试着录制看看吧 然后稍微也是一样了解一下 录下来的东西到底有哪些地方 可以再让它更精简 OK 试试看